赵玉,心歪脖子树下,昨夜下了一场秋雨,稀稀利利,惹人心骄,天放晴了地面倒是干得七七八八,树上昨晚没被雨滴打落的叶子,白天反而开始溅落了,江星火的懒惰程度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减少,他甚至在树下做了一套上学时学过的广播体操。 时代在召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江星火自顾自地给自己打着拍子做操,自从秋展过后,如同被齐根割了韭菜一样的赵玉,只剩下零零散散几株韭菜苗了,狱卒们无精打采地守在奸区放风的院落门口。 赵玉有好几个奸区,江星火的对面方向的民间官德才是危险程度较高的盗贼,门关间那玻璃石安置的罪犯早就在叛乱中被一波带走了。 所以,悲懒的狱卒们也注定不会对所有奸区都投入相同的重视,尤其江星火这里还是关间,大多都是文若书生。 江先生,朱高旭大步走了进来,江星火坚持做完了最后一部分操,方才回头,朱高旭的身边跟着一个三缕长须的中年人。 果然,江星火心头暗道,当真不出他所料,李景龙大明帝国高层对他的关注始终保持着,就仿佛一直有一道无形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一样。 而江星火刚跟大胡子说完,这节课会有点难度,就叫人来了。 朱高旭小心翼翼地问道,江先生,昨日您跟俺说了以后,俺左思右想,总觉得靠俺自己恐怕确实难以理解。 这位邱先生入狱前是户部的员外郎,俺就请了他过来一起听听,也可以给俺解惑,您看行吗? 而化名邱先生的下缘集,此时也紧张地打亮着江星火。 在下缘集的想象里,江星火应该是个颇为严厉的老师,毕竟能叫到朱高旭这样的混尸魔王,如果不够威严应该是不行的。 但是江星火看起来却很年轻,眉眼清秀,气质温纯。 下缘集虽然阅历不浅,却没见过哪个如此有才学的人,年纪这般轻。 下缘集心道,果然世间奇男子都是妖孽呀,不愧是陛下笃定的折仙人。 江星火的脸上挂着微笑,当然行,你既然请了邱先生过来,到时候讲课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便与邱先生交流一番吧。 江星火站到了下缘集身旁,伸手示意,于是三人一同蹲在了树下。 地面上湿漉漉的,又不是前段时间大夏天那种可以躲在树荫里避暑的环境,所以实在是没法躺着。 下缘集拱了拱手,见过江先生。 江星火微笑还礼道,不用客气。 这种场合,下缘集本想恭敬地称呼他为僵尸,但是他们之间理论上其实是第一次见面,似乎还未熟悉到这种地步。 江星火接着说道,听闻邱先生曾经是户部的员外郎。 下缘集连忙答道,是,保密的是。 江星火瞥了一眼大胡子,对方应该嘱咐过了吧。 在下晓得,守口如瓶。 下缘集信誓旦旦。 江星火道,如此说来,那倒是好讲得多了我这人不喜欢废话,现在开始。 朱高旭连忙道,您开始讲吧。 那枚八四八文银币,又一次从江星火的手中出现。 李景龙留下的遗,遗留物品,仿佛代表着他本人正在听课。 银币被江星火弹向空中,继而落在手心。 上一节课,讲的是货币。 而这一节课,要讲的就是税收。 同样,今天这节课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税收的本质。 第二部分,讲税收对国家的意义。 江星火的手中,银币旋转不休,他轻声问道。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理解税收这两个字的含义道? 隔壁密室。 昨晚简易的疑问,在今天就得到了解答。 当简易和如常追随着朱棣,道演进入密室, 听到墙壁上传来的声音时, 同时感到了某种羞耻的情绪。 皇帝带头偷听,这也太不体面了吧。 大约是看出了两位尚书的心思, 朱棣干脆问道,两位爱卿是如何理解税收的含义呢? 一部尚书,简易,老成持重,又身居六部之首, 乃是实际意义上大明地位最高的文官。 这点小问题,自然不可能难得倒简易。 所谓税收,说来倒也话长。 简易碾了碾胡须,率先说道, 下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供, 即陈署将物品尽献给君王。 当时,虽然陈署必须履行这一义务, 但由于供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 所以供只是税的雏形。 而后来,西州征收军事物资称赋, 征收土产物资称税。 春秋后期,赋予税统一案田母征收。 虽然赋原址军赋, 即君主向陈署征集的军役和军需品, 但事实上,往往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 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的支出。 后来,国家对关口、集市、山林、湖泊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 所以,赋予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需品, 而是具有了税的含义。 立部尚书简易总结道, 因此,税收也就是赋与税的总和, 即百姓向国家缴纳的田母、 关口、集市、山林、湖泊等等的部分产出。 这里便是要说,立部尚书简易讲的这些, 其实就是说税收等于田税、关税、商税、山林湖泊税, 这也是封建王朝收税的主要税种。 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 山林湖泊也是国家皇帝的, 否则当初为什么水泊梁山那一圈的好汉会被逼返? 不就是因为宋徽宗宣布打鱼, 也要开始按照老规矩收税了吗? 并部尚书如常也是这么理解的, 这其实是封建时代传统官僚对于税收的最直观理解。 百姓给朝廷交税就叫税收, 至于这个税收什么, 完全取决于当地有什么。 有土地的就种粮食交粮食, 交通要道就交过路费, 上部繁华之地交商税, 靠近山林湖泊就交特产。 看着两位尚书对自己答案信心满满的样子, 朱棣笑了, 陛下何故发笑? 并部尚书简易缓缓说道, 若是尘说的哪里不对, 您不妨指出来。 朱棣此时, 其实非常非常想把老阿那句欠奏的阿对对对说出来, 但是考虑道, 这样似乎有些嘲讽的意思, 实在是对两位国家重臣不是很尊重, 所以就忍住了。 朱棣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住了笑意, 说道, 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 道演则是转动手中的念珠, 一言不发, 看着满脸笑意的皇帝和老神在在的道演。 简易和如常对视一眼, 一脸茫然, 难道他们说的不对吗? 可原本信心满满的他们, 看着抿着嘴都藏不住笑意的皇帝, 又开始动摇了起来。 这个世界是不是出了点问题? 如此正常的回答, 皇帝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强忍着嘲笑的举动? 到底是他们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嗯, 总之皇帝陛下是不会错的。 两位非专业的尚书都能说出的东西, 下元吉自然也了如指掌, 甚至更进一步。 这个问题朱高旭是指望不上了, 下元吉干脆开口说了片刻, 大约也跟隔壁密室里说的大差不大。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便如各种税种的来历, 其实也是有渊源的。 下元吉在专业领域, 颇为博文强制。 填税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春秋仔, 鲁轩公十五年, 鲁国首先实行出税母, 这是征收填税的来历。 至于市场税, 则要更早一些, 可以追溯到西州, 在周王公北原制下, 东西平列为三区, 分别为昭市, 五市和晚市市场税收实行五步征税制, 一市分次部, 及屋税, 二市总部, 及衙税, 中介税, 三市禅部, 及地税, 四市制部, 只对违反契约文书者所征之税, 五市罚部, 及罚金。 市场税收由私事, 雇人, 全府等官吏统一管理, 定期上交国库。 车船税出现的要晚一点, 西汉元光六年, 迫切需要敛财的汉武帝, 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 当时叫算商车, 算为征税基本单位, 已算为120钱, 征收对象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 到了汉武帝元寿四年, 开始把非营生性的车船, 也列入征税范围。 法令规定, 非商业用车每辆征税一算, 商业用车征税加倍, 舟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 三老掌管教化的相关和骑士, 游戈郡训练的骑兵免征车船税, 对隐瞒不报或承报不实的人给以处罚, 对告发的人进行奖励。 最后, 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专业水准的下缘集给江星火的问题下了的定论。 税收, 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向百姓征收的有价值的财物。 江星火安静地听完了这位邱先生的讲述, 不得不承认, 哪怕是封建王朝, 户部的这种专业官僚依旧对各种相关概念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 对概念的来源掌握得也颇为熟人。 朱高旭则看着下缘集, 一言不发, 因为按照朱高旭全程听课总结出来的经验, 江先生的问题, 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 因为你回答的东西, 往往在江先生的答案面前都会显得无比肤浅。 下缘集一见没人说话, 此时也有些坠坠, 应该, 或许, 没有回答错吧。 江星火终于开口, 你说得很对,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理解税收的含义, 依旧停留一种比较浅薄的认知层面上, 或者说, 你对税收的理解还是一种浮于表象的概念, 此言一出, 下缘集心头求知知念大圣, 而隔壁密室的两位尚书, 却看不到下缘集的反应, 颇有些质疑了起来, 如尚书, 你觉得我说得不对吗? 简易看向同伴, 如常摇了摇头, 只说道,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税收本就如此, 下尚书这位大名财神爷, 不也是这么回答的吗? 简易促眉, 明面上是对如常说的, 实际上却是说给皇帝听, 那为什么此人会说, 我们没有理解税收的含义, 我们跟下尚书几乎一样的答案, 是一种浅薄的认知? 说到这里, 这位德高望重的天官干脆不装了, 简易扭过头对朱棣说道, 陛下, 我等确实钦佩于此人的才学, 无论是和平削帆, 胎义入母, 大明国债, 甚至是化肥仙丹, 都是治国良方, 可是, 如常接过话来, 若是这等普通至极的概念, 我等跟下尚书的回答相差无几, 都要说下尚书, 也就是我等说的不对, 这是否有些太瞧不起人了? 我等国家大臣, 虽然不是如下尚书那般专学, 经国记名之术的, 可也算是略懂一些吧? 这种基础概念, 就是户部的小吏都明白, 如何说我们的认知就浅薄了? 如常干脆说道, 陈确实有些心中不服, 陈道是真的想听听, 这位江先生到底是如何阐释税收含义的? 简一跟着汉手道, 陈等并非无缘无故就有此情绪, 而是这些东西都是上千年传下来的, 无数代人已经定好的, 要说我们错了没关系, 那难道上千年来的人, 对税收这件老百姓一生避不开的事情, 认知都是浅薄的? 陈以为, 断然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朱棣面对两位国家大臣的质疑, 依旧只是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朱棣的这种自信, 是见证了无数人被江星火打脸后养成的。 可悲的是, 同样一个坑, 总是会有后来的人跳进去。 罢了, 现在正说什么, 恐怕你们也不会相信。 朱棣敲击着椅子的扶手说道, 接着听下去吧。 道眼停下了手中念珠, 轻笑道, 两位尚书难道没发现, 下尚书没有质疑吗? 文言, 简易和如常方才一正。 是啊, 下缘集怎么半点质疑和不愤都没有呢? 按理说, 当着户不上书的面, 说人家连税收这种最基础的经济概念都不懂, 这是在打他这个大名财神爷的脸啊, 着实让人费解。 江星火缓缓开口道, 税收的含义, 是国家通过法律和暴力等手段的保障, 以强制性、 无偿性为特征, 完成对所有民众的财富征收。 换言之, 也就是财富的初次分配。 而在封建王朝时代, 由于国家财政缺乏有益于百姓的财富在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极致, 所以实质上缴。 税收, 其实就是对百姓财富的合法掠夺。 听闻这几句话, 下缘集不由地陷入了思索。 下缘集的回答是税收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向百姓征收的有价值的财物。 两者相比, 其实第一句话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只不过江星火的定义更加准确一些。 而不一样的, 则是后面的内容。 下缘集在思索这句话的含义, 税收是财富的初次分配, 而由于缺乏在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机制, 所以税收是对百姓的合法掠夺。 下缘集认为, 税收是对百姓的合法掠夺这句话, 虽然说的难听了一点, 但也确实是事实。 下缘集的所关心的是另外三个全新的概念。 什么是初次分配? 什么是在分配? 什么是第三次分配? 朱高旭已经替他问道, 江先生, 什么叫做财富的初次分配, 在分配, 第三次分配啊? 江星火解释道, 财富的初次分配, 指的是国家收税, 换句话说, 就是把生产者的财富进行分配, 财富的再分配, 也被称作二次分配, 指的是国家用税收给予不直接或无法直接参与生产的某些人, 也就是从参与初次分配的普通百姓那里获得收入, 将国家一部分财政收入、税收、 单方面无偿的让渡而发生的支出, 譬如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军队、 官僚或是无法参与生产的孤寡的救济养老、 儿童的读书识字等等, 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则是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 鼓励有钱人多出钱, 为国家的弱势群体做贡献, 事实上, 以上这一套才是税收的完整机制, 也就是说, 税收的含义, 不仅仅是国家从百姓手里收钱, 然后花钱, 而是要做到从强制政策和激励政策两方面, 让收上来的钱真正地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如此才能做到税收真正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下园集先是恍然, 又露出了几分憧憬的神色, 但随后却促紧了眉头, 江星火描述这种税收机制, 固然很美好, 但下园集却清晰地认识到, 做不到, 历朝历代, 从来都是刮百姓的地皮, 石头里都要榨出油水, 取之于民可以, 用之于民没门, 哎, 下园集长叹了口气, 唯有轻轻摇头, 能让国家的税收, 真正用来造福百姓, 当然是他这个财神爷的心愿, 可如今看来, 这个心愿是注定无法实现的, 或许在遥远的未来, 江先生讲的这些能够实现吧, 而隔壁密室里的两位尚书, 听到了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这句话, 也是肃然起敬, 虽然他们还是有些不认可, 江星火说他们的观点浅薄, 可当江星火说出这句通俗易懂, 却又内涵深刻的话语时, 但凡心中还有良知的官员, 又怎能不被触动呢? 说得好, 简一探道, 可惜却是空中楼阁, 无法实现, 如常也是一时漠然, 江星火讲到这里, 看着这位邱先生的反应, 他却忽然失笑, 也是醒悟了过来, 确实我荒唐了, 既然是封建王朝, 当然也无所谓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不过是劫责而鱼, 微服, 自专罢了, 不过呢, 这里还有个说法, 江先生且说来, 本来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现不了有些感怀的下缘级, 精神一阵, 认真道, 江星火道, 那就是其实税收这件事, 即便做不到用之于民, 但取之于民, 也是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你刚才对收税的认知浅薄, 便是认知不到税收的本质, 嗯, 这就从税收含义, 涉及到了税收的本质, 江星火这次也没有提问, 而是娓娓道来, 我要告诉你们, 税收的本质, 其实是博弈, 那是娓娓道来, 好 好 祕